好 再看一下北京晨报的消息 昨天举行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工信部透露 目前5G进入国际标准研制的关键阶段 全球5G频谱共识初步形成 预计到明年下半年国内初步具备5G商用的条件 届时将推出首款5G手机